啊 哎 来来来 你快走 很多朋友觉得挖虫草 就是很简单很解压 然后今天我们就要去山上挖虫草 然后现在再出发了 浅浅的记录一下 这个姐姐我们去山上找一找虫草 去看一下有没有长出来 因为我迫不及待 阿姨姐姐的第一根虫草我找到的话 那挺幸运的 寓意也不错 这边都没有吗 直接都没有 山顶上 山顶上是吧 好 可以去吗 可以 我跟这位姐姐 好久没爬上了 天哪 不感情我有点难 才开始就有点喘了 这也太难爬了吧 他们离这边虫草山好远呀 从县城到这边一个小时 只要从这边爬上 我们村里走一走就到了 多了哪里只有 就这里面的病 嗯 这边都没有 嗯 这里还没长出来 没长出来 以后就有是吧 嗯 这边海拔之道吗 姐姐 可能有四千多吧 四千多 嗯 现在有很多外地朋友的话 他可能到这边就会高反 虽然我们没事 但是会有点喘 不是那种高反的那种 一到山上就这样 起来啪起来啪 一整天都在挖虫草 找虫草的路上 你看我现在这个地方还有 那边全部都是虫草山 就这么大的山上 我们就要找一个那么小的虫草 说不定这一圈一根虫草都没有 挖虫草还是很辛苦的哦 是啊辛苦啊 晚上下来的时候 腿这里有点疼 这些有点疼 全身有点疼 尤其是年龄稍微大一点 膝关节不好的 嗯 个人的吧 年轻一点还好一点 哎 有时候一天只能挖一两个 下雨下冰雹的话 嗯 还要待在山上 是啊 就是我很多粉丝 跟他们说挖虫草很辛苦 他们都不信 让他们来一来 感受一下爬山 我觉得你们爬到半山要 就后退了 山上的天气就是变得很快很快 变天了我们下来了 你看 快下雪了 然后 牦牛也下来了 它一直在叫 找它的孩子 我吓得闹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这牦牛咋的了 吓我一跳 我也吓我一跳 我都跑不了的 接下来赶紧跑了一跳 看看那个牦牛 刚刚来撞我了 又穿着红色的衣服 所以大家以后来这边 挖蟲散 就别穿红色衣服 挖蟲散确实不简单呀 冒着生命危险上去 又被牦牛追 下头如果万一一撞的话 那就完了 我把它搓了吧 来来来来来 你快走 你快走 真的吗 嗯 你快走 我从我进帐子 过来过来过来 好吓人哦 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小铃铛持续关注 还有ins和facebook也不要忘记关注哦 谢谢大家